等唐天宇离开了办公室 谭林静从昆包里取出了一面镜子 细细地看了一下深浓的眼带 随后叹了一口气 女为悦己者容 尽管唐天宇说的话很冒昧 但谭林静还是将她的话放在了心中 对于唐天宇 谭林静有点看不透 这年轻的镇长看上去很冲动 但与她接触久了之后 会发现她很细心 看上去鲁莽 但有些事情考虑得周到 她也不知道在自己心中 唐天宇是怎么一个定位 反正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唐天宇与自己相处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有卑躬屈膝的感觉 自己在她面前也似乎端不起架子 谭林静有点头疼了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下属 或者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男人 以往她遇到的下属 见到自己没有不表示出千功的 如果是男性的话 即使对自己相貌有所觊觎 但表现出来的还是一副尊敬的模样 但唐天宇显然不同 唐天宇每次见到自己 仿佛见到平常人一样 说话毫无遮拦 有时候还不会给自己一点情面 但谭林静偏生对唐天宇恨不起来 她从唐天宇这种超脱淡然的态度上 反而对唐天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很有才气 胆大妄为 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时却又让领导务必头疼 谭林静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即使面对自己丈夫的出轨 她也只是悲伤了一会 随后便将自己的情绪给压制了下来 她是一个很会保护自己的女人 知道有时候过度的流露情绪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受伤 但她发现在唐天宇的面前 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却是越来越差了 比如方才就对唐天宇说了一句 给我滚 看着唐天宇脸上似乎还带着笑容 离开房间 谭林静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因为她从小到大 这是第二次如此暴怒 或者是因为潜伏在内心的伤口 被最不愿意的人知道了之后 而感到心中有些恐慌 所以口不择言了 每一次见到唐天宇 谭林静心中都会生气一股怪怪的感觉 似乎自己紧闭了很多年的内心 很容易便被她看穿了 这时候 唐天宇在谭林静的心中 并不只是一个刚从大学里面毕业 踏上正级的年轻阵掌 而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狐狸 眼神中闪着不怀好意的目光 似乎随时像将自己吞进肚子里 是自己太敏感了吗 谭林静放下了镜子 用手揉捏了一下太阳穴 她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 大约15天的时间里 谭林静像一个机器一样 不停地运转着 不去考虑那个在整天蹲在县尾 盯自己哨的恶心男人 将心思全部投入在了工作中 谭林静并不是那种 无法接受自己老公有外遇的女人 她从小便在自己父亲的身上知道 这世界上即使有不偷星的猫 也不会有不偷星的男人 所以谭林静对许元朝在省城的那些烂事 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一次许元朝跨过了她能够接受的底线 竟然将女人拉进了自己的家中 当谭林静看到那臃肿的女人穿着自己的睡衣 她立马就扶着门框呕吐了起来 谭林静对于许元朝从来没有过爱 只是顺从那个从小就有很强男权主义的父亲意思 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 在结婚之后 与许元朝并没有太多的相处 她便来到了凌川县 从副县长一步步的升到了常务副县长 最终到达了如今凌川县二把手的位置上 谭林静能够升得这么快 固然有家中背景的缘故 但另一方面也与自己的努力分不开 世界上没有天然的女强人 很多时候是因为外部的原因 将女人柔软的心练得坚硬如铁 谭林静这么多年 一直对许元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她对许元朝潜藏着一丝愧疚 结婚那一天的晚上 一个女人搭着自己的肚子找到了家中 那女人歇斯底里的上前与自己纠缠的时候 她不小心将那女人推倒 随后女人开始喊肚子痛 鲜血从流满了下半身 她丢掉了自己的骨肉 因为自己的缘故 如果没有自己父亲的插手 许元朝很可能会与那个女人走入婚姻殿堂吧 对于自己的丈夫 谭林静心中有怒意 有愧疚 剩下的就是因为时间流淌 变得越来越麻木 在别人的眼里 看上去就是越来越冷傲 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 独自绽放着美丽 却不容忍其他人轻易靠近自己 与许元朝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办 她一直在躲避这个问题 离婚 她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很快将这个问题给否定掉了 她虽然与许元朝没有感情 但知道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离婚的 首先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其次她始终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变成一个婚姻生活上有败笔的女人 谭林静是这么的骄傲 她是一个想要追求完美的女人 咚咚咚 车窗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响声 许元朝摇开了窗户 见到一个年轻的男人 正笑眯眯的望着自己 他放下了手中的掌上游戏机 淡淡道 什么事 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在这年头很流行 许元朝为了排解寂寞 便买了一个打发时间 尽管俄罗斯方块玩久了很乏味 但总比干等要好 许元朝这几天经常会遇到 类似搭讪的人 这些人都是谭林静的忠实粉丝 有不少还主动上来招惹自己 不过都被自己打翻了 眼前这个男人见眉心目 长相不错 脸上带着笑容 似乎没有敌意 再仔细打量一番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什么事 只是见眼熟来打个招呼 唐天宇递了一根烟 许元朝见唐天宇挺热情 本着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心态 便接过了唐天宇的眼 道 我也瞅着挺眼熟的 昨天在大三园休闲中心见过一面 您应该是谭县长的爱人吧 唐天宇演戏道 我是谭县长的手下 小唐 小唐 是唐镇长吧 许元朝的记性还可以 依稀有了点印象 呵呵 您的记性还真好 说实话 那天见到您 我就有心结交 今天真巧遇见您 应该还没有吃饭吧 我请你去吃饭 怎么样 唐天宇想给谭县静解围 所以想把许元朝给拉走 他估摸着现在两点多钟 许元朝应该还没有吃过饭 便想借这个由头 将许元朝给拖走 呃 我这有点事 等媳妇呢 许元朝见唐天宇这么熟络的样子 不太好拒绝 你和谭县长的事情我听说过一些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 你没有必要这么黏着他 唐天宇拍着许元朝的肩膀道 这年头哪个男人没有一点风流运势啊 这事 如果你闹出这么大的阵势 说不定谭县长已经原谅你了 你现在待在这里 每天不分昼夜的守着 只会让他下不来台面啊 许元朝一开始听唐天宇劝自己走 心中带着警惕 但随着唐天宇仔细一分析 倒是有点认同唐天宇的观点了 你说的有这么一点道理 唐天宇拍了拍许元朝的手 道 羽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 你手里的绳子越扯得紧 它就会离你越远 相反 你如果给它一定的空间 它没有安全感 则会主动地靠近你寻找温呢 许元朝抽了口烟 眼睛一亮 道 兄弟 看得出来你是高手啊 唐天宇摆了摆手 道 我不是什么高手 只不过是旁观者清 现在谭县长正在气头上 你在这县委大院每天待着 这不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谭县长和你的家世吗 能理解你的人 会觉得你有心与谭县长解决问题 但无心之人还不知道 将谭县长想成什么样子呢 你每天待在这里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是火上浇油 兄弟啊 你说的事情 我并非不知道啊 但是我媳妇的脾气 我知道的 他觉 如果我不用这厚脸皮的办法 恐怕他一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许元朝苦笑道 他知道这次的事情闹得有点大 真心后悔 那天酒喝多了 不知道在哪里抓了一个女人 就带回了家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女人都是感情动物 事情发生了这么久 谭县长又跟你说过要离婚吗 唐天宇小心地套着许元朝的话道 这倒没有 许元朝摇了摇头道 这就对了 谭县长的性格 如果要跟你离婚的话 早就说了 肯定是不想离婚的 所以你得给他点时间和空间 唐天宇笑着拉了一把许元朝 道 走 我请你去吃饭 放松一下 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两人拉扯客套了一番 许元朝没有挡得住唐天宇的热情 只好很为难地下了车 跟着唐天宇去了大三园休闲中心 四楼上窗户边 谭林竟差点笑出了声 他虽然不知道唐天宇用什么方法将自己老公给拉走的 但心中却对唐天宇又有了一番观感 这是一个擅长胡搅蛮缠的主 唐天宇回了大三园 王杰妮将他和许元朝带上了至尊包厢 并亲自推荐了菜单 见王杰妮摇着风鱼的身子离开 许元朝抽了一口烟 笑道 唐镇长 你和这大三园的老板娘关系不简单吧 她是我的女朋友 唐天宇给许元朝倒了一杯茶 也不隐瞒道 对于王杰妮的身份 唐天宇并不打算藏着叶着 她没有结婚 有正常交女朋友的权利 哦 许元朝脸上露出了恍然之色 点头赞道 唐兄果然牛 许元朝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对唐天宇有了新的看法 能让王杰妮这样的女人 做自己的女朋友 这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许元朝是省城人 看过各种各样妖娆的女人 但那些女人与王杰妮相比 都少了一点说不出感觉的东西 唐天宇看上去 比自己年轻十岁的样子 比王杰妮似乎也要小上个五岁 能越急 将王杰妮这明显不好伺候的女人征服 足扬任何男人钦佩 呵呵 相比较而言 还是许大哥比较牛 这坛县长可是凌川县 所有人心目中的一朵花 你能将它采回家 不知道让多少人垂胸顿足呢 唐天宇笑道 许元朝欲言又止 苦笑了一声 这时候服务员过来上菜了 唐天宇给许元朝亲自倒了一杯酒 然后自己倒满了一杯 与他碰杯 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相信许大哥的事情一定能够顺利解解 许元朝将酒喝完 笑道 借你急言了 唐天宇此后便不再跟许元朝谈谈临静的事情 而是天南海北的聊起来 许元朝是一个风流人物 见识倒也不凡 两人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 谈话的内容倒也有趣 许元朝觉得唐天宇很有意思 尽管年轻 但学识渊博 不仅对国家的政策很了解 而且对国际形势分析得很到位 今天我算是找到了一个知己了 许元朝喝的不少 尽管没过量 但已经有点醉意 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开始与唐天宇勾起了肩膀 是啊 与许大哥聊天就是一种乐趣 唐天宇心中有点较苦 因为许元朝的酒量有点恐怖 两人已经喝了两瓶五粮液 对方看上去没事人一样 嘿嘿 对了 我听说这大三元休闲中心有些特殊服务 要不要今天咱们兄弟俩一起试试 许元朝一旦酒性上来 就又开始控制不住下半身了 这样不好吧 如果被谭县长知道的话 唐天宇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道 做这种事怎么能被他知道 况且就算被他知道了又怎么样 这一辈子他都得跟我过下去 他欠我的 哼 说完这话 许元朝便站起了身子 往外走 唐天宇有点走神 在咀嚼许元朝末尾的那句醉话 想了想 急忙出了门 防止许元朝喝多了闹事 将许元朝安抚好 唐天宇找到了王杰妮 让他帮许元朝找个漂亮的女孩子做喜悦服务 王杰妮点了点唐天宇的掌心 道 找个漂亮的女孩子没有问题 但我要说好前提 这女孩子是不做那种事情的 唐天宇想了想 估摸着许元朝不会真的胆大妄为在这凌川县还 嫖妓 别笑道 就是做个按摩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与王杰妮又说了几句情话 唐天宇便告辞离开 回下鱼镇了 他并不知道这许元朝后来还真牛逼的把大三元做按摩的漂亮女孩 骗到了床上 在凌川县发生的事情 又怎么会逃过谭林静的耳朵 当秘书刘恒将这个消息偷偷告诉谭林静的时候 谭林静未多说什么 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找人将许元朝赶出凌川县 如果他不肯走的话 就让县武装部师部长带人去 谭林静在心中自然又将唐天宇恨透了 尽管知道自己老公许元朝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许元朝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偷吃 明显有唐天宇故意引诱的缘故 唐天宇回到了下渔镇之后 便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放到娱乐观光区 即将面临的调研这事 上来 田伯明虽然善于或悉尼 但也知道这次的事情非常重要 会影响整个凌川县的发展 所以还是做出了大力支持的姿态 当然要做事的时候 他又变成了缩头的王吧 一股脑地将重担全部丢给了唐天宇 尽管唐天宇来到下渔镇没有多久 但因为他确实苦干能干 已经引起镇上一批干部们的认同 而且唐天宇在私下请教人员办事的时候 已经不会像早先开会的时候咄咄逼人 反而往往会展露出晚辈的低姿态 以虚心请教的态度 来与班子里面的成员进行相处 因此 现在的下渔镇除了党委一把手 每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外 其他人都拧成了一根绳 结成了一条心 想要将这次的娱乐观光区的项目给做好 省委的意见是按照唐天宇第二次提交的详细方案为主 即将田岗镇建设成为充满文化氛围与底蕴的观光区 而将燕山镇则建设成为有商业氛围 适合休闲娱乐的商业区 前期的调研重心将是检查田岗镇的文化氛围布置 考察田岗镇究竟是不是如同唐天宇 在方案里所说的那般有足够的发展潜力 县长谭林竞给予的承诺很及时 50万项目资金很快发放了下来 没有打一点折 而唐天宇将这50万做了详细的分配表单 力求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春节之前 省里50人团队来到了陵川县 这50人没有居住在陵川县营宾馆 而是住在了大三园休闲中心 虽然营宾馆的条件不错 但比起大三园的休闲配套还是差了一个级别 县委为了接待工作开了几个会议 最终还是决定将接待地点安排在了大三园 主要因为大三园配套服务与主流接轨 丁胖子和王杰妮则因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 调研团的50人在陵川县住了一天之后 便立即来到了下渔镇 一个车队 10辆车浩浩腾腾的来到了下渔镇 盛况空前 这一天下渔镇不少老百姓站在大街上 指着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奔驰奥迪 嘖嘖称奇 让唐天宇有点吃惊的是 他在调研团当中见到了一个意料之中 却又在意料之外的人 竟是那日在大三园与丁胖子一起见到的李雨涵 李雨涵依旧气场极强 身后无时不刻地站着魁梧飙悍的赵青龙 在调研团中显得格格不入 但即使如此 调研团的团长副省长高升 还是对李雨涵青睐有加 几乎每次讲话的时候 都会让有些低调的李雨涵 增加些出场评次 相比较而言 唐天宇一个政科级别的代理镇长 就显得黯然无光 跟小虾米似的 基本没有他出场的机会 他也乐得轻松 李雨涵的背景也逐渐出路端倪 相读李氏集团的女总裁 年纪与脸蛋极为不符 谁也不愿意相信 这个看上去只有二十小几岁的女人 事实上已经是年纪超过三十岁的成熟御姐 湘都目前虽然属于大不列颠帝国管辖 但三年后的回归之路 已经在形成之中 早期从内地搬迁到湘都的李氏集团 开始未雨绸缪 准备在内地发展 以应对回归之后内地的庞大市场 李雨涵如同从来没有见过唐天宇一般 唐天宇也乐得这种默契 两人没有什么交集 即使在京都饭店的欢迎宴上 也只是碰杯之后便擦肩而过 唐天宇开始揣摩李雨涵的来意 他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参与娱乐观光区的项目招标是假 实则为了那五幅画而来 每天清早 唐天宇都会准时五点起床 沿着夏宇镇的主街跑两个来回 即使在冬天也不例外 这日他上半身套着一件宽松的长袖体恤 下半身穿着一条宽松的休闲裤 踩着一双帆布鞋便出了门 绕街跑了两圈之后 唐天宇在京都饭店的门口见到了李雨涵 却见他也是穿着一身运动服 赵青龙穿着保镖西装站在他旁边 这架势 李雨涵也是准备晨练 早上好 也不知李雨涵看没看到自己 唐天宇小跑着来到两人的身边 打招呼声道 李雨涵转头看到唐天宇朝气蓬勃地跑了过来 心中一沉 这么巧 世界上有无数个巧合 今天的场景 多么像那一日清晨朝露里 与那个人偶遇邂逅 赵青龙冷哼了一声 带着充满敌意的目光 望着唐天宇 李雨涵穿着耐克运动衣 尽管衣裤很宽松 但臀部因足够饱满 高高地翘起 形成了一个极为吸引眼球的亮点 应该是因为经常运动的缘故 李雨涵浑浑身散发着健康的气息 胸部虽没有王杰尼那么夸张 但李雨涵的线条感非常让人惊艳 大约是用了上好胸衣的缘故 饱满的胸部形成一道完美的圆弧 柔顺地划出一条弧线 到了臀部位置 玲珑地勾勒出成熟的曲线 顺着纤细的长腿 给人无比流畅的视觉冲击 李雨涵打量着唐天宇 面色沉冷 他对唐天宇有着警惕感 每次遇到这个雨 向东来在外貌上有着气氛相似的男人 他都会将他无情地拉入过去的回忆里 李雨涵骨子里是一个很理智的女人 并不会因为唐天宇向向东来 便将他当作向东来 向东来就是向东来 在他心中永远不可替代 唐天宇并不知道李雨涵心中所想 他笑着打招呼道 李总 没有想到你也有陈恋的习惯 要不咱们结伴而行 我可以做向导 一旁的赵青龙听唐天宇说完这话 欲出言阻止 他原本就对唐天宇抱有很大的敌意 见唐天宇突然蹦出来 心中很是不爽 不过 李雨涵此时摆了摆手 让赵青龙不要多话 赵青龙撇了撇嘴 不懈地退了下去 好吧 那你带我在下鱼镇跑几圈吧 李雨涵瞄了一眼唐天宇 他也不知道为何答应唐天宇的建议 或者此时退缩了 他岂不是心底在承认 他在害怕与唐天宇有进一步的接触 李雨涵不喜欢退缩的感觉 愿意直面自己的情感 赵青龙暗自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一旦李雨涵做了决定 就没有必要再去让他改变想法了 李雨涵一直都是这般的强势 不过看上去勇往直前 事实上内心却因此伤痕累累 外表粗鲁的男人 并不代表着没有细腻的心 赵青龙并不是一个莽夫 他也有细腻之处 甘于躲在李雨涵身后 为他遮风挡雨 当然李雨涵也值得赵青龙付出这么多情感 如果不是李雨涵当年的一句话 赵青龙一家已经消失在了北方的一个大黑帮的清洗过程中 赵青龙是带着报恩的情感 一直跟随李雨涵 但与李雨涵接触的时间长了之后 却逐渐地喜欢上了冰美人 但他知道 与李雨涵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那是一道他永远都不会触及的鸿沟 李雨涵开始跑了起来 他跑动的姿势充满了韵律 头发扎成了马尾状 如果从背影来看 只觉得他是一个青春的女大学生 唐天宇与他错开了半个身位 跑在前面带路 虽然他很想从身后观察李雨涵跑步时的英姿 与孩子跑步 那是极有韵味的事 尽管唐天宇早已过了那段在校运动会上 看见女娃胸口匍匐便不眨眼 只流口水的青春期 但面对着一个如花似玉 国色天香的女人 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 轻盈无比的跃动身子 心中还是有点痒痒的骚动 唐天宇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躁动的心 还是没有忍住回头 淡淡笑道 李总 要不咱们跑远一点如何 现在如果去千锋湖看日出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唐天宇趁着回头的时机 迅速地用眼光扫描了一下李雨涵 发现这女人身材不错 远远超过普通标准 但一张脸蛋还是最吸引人之处 望着她精致无瑕 天生童颜的脸上似乎冒出了点汗珠 唐天宇不禁觉得有点口干舌燥 李雨涵也是有着蹊跷玲珑心的人 看见唐天宇的反应 心中立马就有数了 这并非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霞慧 不过 她对唐天宇还是另眼相看 因为一般的男人与自己相处 表现都不太自然 而唐天宇是一个异类 在与自己一起跑步的过程中 行动正常 没有一点拘束感 因为唐天宇足够放松 所以李雨涵也逐渐放松下来 行 我便看看你在方案里面大肆吹嘘的千锋壶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圣界 李雨涵声音冷冷的 在寒风里如同尖锐的刀 如果换作一般人早已被这刀子割伤 但唐天宇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将之放在心上 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李雨涵的玉姐气场震慑 是因为在唐天宇的眼中 她在清冷也不过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童颜小玉姐 四十多岁的大叔 哪里会轻易被一个小女娃给打倒 唐天宇步速均匀 在前面不徐不缓的带路 李雨涵对唐天宇又有了些判断 从细节之处看得出 唐天宇是一个很懂分寸的人 无论自己的步速怎么变化 唐天宇与他的距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大爷跑了半个小时之后 穿过了一条十字路 眼前的风景豁然开了 天虽然没有大亮 但清澈的湖水在眼前舒缓展开 如同一面翡翠镜子 让人心旷神怡 湖边的树虽然早已凋零 但稀疏相见 树枝蒙着晶莹冰霜 自有苍凉冷美之感 一幅淡然素雅的风景画 跃然眼前 这就是纯自然的风景 远比几十年后 经过人工修饰再造的风景 要美得多 李雨涵来自于国际化的城市湘都 很少接触这珊瑚风景 当画面在他眼前打开的时候 他脸上还是露出了欣赏之色 不过这情绪波动转瞬即逝 很快从他脸上消失了 这女人真冷 唐天愚想 李总 怎么样 这样的风景 一辈子见过一次 应该就不会忘记了吧 唐天愚淡淡笑道 李雨涵没有搭理唐天愚 而是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 冬日早晨的阳光 四周漫射金色 从湖边慢慢爬起 金光照在湖面上 如同为翡翠色的湖水 镀上了一层金铝玉衣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李雨涵很诚实地点了点头 但这并不是夏鱼镇独有的风景 如今在大陆有很多地方 都有类似的原始自然风景资源 如果我要投资的话 可以寻找离云海 深周这些较大的城市郊区进行投资 那样因有着充足的商业资源 及较好的地理区位 获得的产出会更多更快 唐天愚往前走了几步 找了一块空地 伸了一个懒腰 道 李总不愧是一个有眼力的商人 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 眼光很独到 夏鱼镇与国内其他乡镇 有着很多相同点 它的自然风光 也不足以成为吸引上亿资金的投资 但它的亮点在于文化抵御 哦 你说的是夏鱼画阁吗 李雨晗觉得唐天愚有些故弄玄虚了 不仅是夏鱼画阁 就在刚才一瞬间 我似乎有了一个新的点子 伸完懒腰 唐天愚自顾自的在一边打起了陈氏太极拳 虽然只有唐家老爷子三分功底 但打了几十年 唐天愚这套陈氏太极拳已经有了些神意 唐天愚这风轻云淡的样子 让李雨晗很无语 究竟什么新的点子 李雨晗发现 与唐天愚一步步的交流过程中 自己总是处于下风 一步步的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的确对夏鱼阵有了点兴趣 不仅仅是因为那几幅画 唐天愚知道再装逼 恐怕要被雷劈了 于是停下了太极 准备与李雨晗说出点子 这时候不远处发出了一声 扑通 声 唐天愚旋即脸色一变 迅速地转身朝发出声响的位置 跑了起来 李雨晗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却见唐天愚一边奔跑 一边开始扯开自己身上的衣服 不一会儿 上半身的衣服已经进去 呃 李雨晗蒙了 这唐天愚怎么了 这是要在冬日里裸奔吗 疯子 这时却听已经裸了上身的唐天愚 高声喊道 快点去喊人来救人 有人跳河了 跳河 李雨晗冰冷的心 此刻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他焦急地在身上摸索了一遍 发现因为跑步的缘故 通讯工具并没有放在身上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 转身沿着来路跑去 唐天愚的耳力和判断都不错 的确是有人跳河了 还是一个女人 女人在河水中扑腾了两下 砸出了水花之后 便往河底沉去 唐天愚管不了许多 一个渔月跳进了河里 气温在零下二度左右 靠近路边的河面 结了一层碎冰 唐天愚跳进河里 便立即有点后悔 因为水实在太冰冷了 冰冷的河水 瞬间将他的血液 给冰冻起来 幸好唐天愚的身体素质不错 很快恢复了清醒 努力地撑开了身体 缓缓地往更深处游去 很快 他来到跳河女人原先扑打水花的位置 猛地扎了下去 潜在河底 只觉人影晃动 唐天愚没有犹豫 滑了过去 将人抱在了怀中 女人似乎还有点理智 等唐天愚靠近之后 便像一只八爪鱼一样 缠了上来 唐天愚知道 不能让这女人靠上来 便躲到了女人的身后 单手拖着她的下巴 然后将她的头 拖出了水面 离湖边并不是很远 但因是冬天 唐天愚觉得身体很僵硬 而且还拖着一个女人 很是吃力 好不容易将女人拖上了岸 唐天愚有点筋疲力竭的感觉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还为及给身边的女子 做人工呼吸 便往地上一躺 没有意识了 温暖的感觉从身上袭来 唐天愚慢慢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却是李雨晗 她眼中没有隐藏担忧之意 见唐天愚清醒过来 原本紧皱的翘脸 舒缓开来 叹了一口气后 与身边的医生 道 她醒过来了 应该就没有事情了吧 李雨晗虽然说话的语气 还是那么冷冷的 但传到唐天愚的耳朵里 却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总觉得有些温暖 是自己方才在冰冷的河水里 浸泡太久的原因吗 唐天愚想要坐起来 却被医生拦住了 这是一个年纪大约50岁的老医生 戴着一副眼镜 她有点不悦 道 年轻人 怎么这么性急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的身体情况 我知道 没有什么大碍 唐天愚没有坐起来 只能躺着苦笑 那个女人怎么样 唐天愚没有来得及 看自己救上来的那个女人 便晕倒了 如果那个女人没有被救火 她一番忙活 岂不是做了无用功 已救的那个女人有点危险 正在重病室观察着呢 李宇涵淡淡说道 她有点看不清唐天愚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看上去有点鲁莽 但实际上心思很细腻 在自己的心中 唐天愚应该是一个视才如命的人 但偏生又这么义无反顾地 去救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之人 唐天愚的行为其实很危险 那么冷的天气 若运气差一点 她恐怕也得死在千锋湖中 当她奔跑了十几分钟 带着赵青荣开车回到千锋湖的时候 唐天愚与她救的那个女人躺在岸边 一动不动 如果说她没有被唐天愚的行为感到震动 那实在是假话 李宇涵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莫非唐天愚真的如她所言 并不是为了钱财而不卖那几幅画 我能不能去看一下她 唐天愚忘了一老医生道 唐天愚也没有办法解释 自己当初为何要做出那么冲动的行为 她现在想想有点后怕 因为很有可能 她跳进湖中和那女人一样 再也爬不上来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曾经死过一次 对死亡不再恐惧了吗 唐天愚心中苦笑 成 但是要给你先做一个检查 老医生看唐天愚说话 思维很正常 便给唐天愚做了简单的检查 见唐天愚没有什么大碍 便让唐天愚来到了重正市 看了她舅的那个女人 唐天愚见到那个女人 有点吃惊 因为这个女人 唐天愚是认识的 名叫黄东梅 是复古村的村妇女主任 她与这女人有过几次接触 初步印象是一个很开朗的中年女人 虽然年纪有三十七八岁 但保养得还算不错 平常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 算是下鱼镇上挺有铭记的女人 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唐天愚看了一眼 李雨晗问道 医生说很危险 她原本小产没有多久 被这冷水仪刺激 身体极为虚弱 如果你救她迟一时半刻 她恐怕就没命了 李雨晗看似冰冷地说道 但心中还是生起了一股怜悯 见黄东梅躺在病床上 她心中还是有些感触 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何要跳呼 但肯定与小产是有关系的 唐天愚心中却开始默默盘算开来 黄东梅小产的事情 之前听镇上风传过 据说跟田伯明有点关系 黄东梅是一个寡妇 丈夫早在十几年前便死了 之后她就一直没有改嫁 独自将女儿带大 黄东梅之所以跟田伯明有点风言风语 其关键点在于 黄东梅的姐姐是田伯明的老婆 也就是说黄东梅是田伯明的小姨子 田伯明的老婆黄霞在三年前得了一个怪病 瘫在了床上 从那之后便有人看到田伯明经常从黄东梅家进出 农村人口舌是非很多 所以传来传去便有田伯明跟黄东梅通奸之说 不过这些都是风言风语 毕竟没有被人当场撞破 而黄东梅小产的事情也是传言 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今天误打误撞救了他 这种说明田伯明和黄东梅或许真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唐天宇暗道 这倒成了一个突破点了 李雨晗并不知道唐天宇此刻心中绕了几个弯子 见他面色复杂 还以为他在关心躺在床上的黄东梅 他拢了拢发丝 道 刚才我已经问过医生了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在床上休息几天 变好了 唐天宇这才反应过来 转头认真的与黄雨晗道 多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今天我可能和这个女人一起死在千锋湖了 救人以命 盛造七级浮屠 黄雨晗与唐天宇的眼神 一触即过 道 你在救人之前 跟我说过 有一个新点子 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 黄雨晗说完这话 有点后悔 因为他犯了大忌 在商场上讨价还价 从来都要保持着主动 他这么一说出口 显然暴露了自己对那个点子很感兴趣的心理 这样一来 与唐天宇交流的过程中 必然就会处于下风了 唐天宇倒是没有想的那么多 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之所以要李凯之大师的话作 是想从宗谱上来考证 任李凯之大师为你理事集团的祖先 李雨晗没有滋生 唐天宇继续自顾自的说道 我有一个想法 便是将下渝画阁与李氏宗祠结合起来 李氏宗祠 李雨晗轻醋秀美 轻声回味道 没错 在下渝画阁内设立一处李氏宗祠的观光处 用以纪念李凯之大师 唐天宇知道李雨晗有点心动了 而那几幅李凯之大成时期的画作将放在李氏宗祠内 公由人观上 在九十年代初期 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有认祖归宗的习惯 因为经历过大动荡之后 不少族谱已经被尽数烧毁 很多商人便会从姓氏上寻根问祖 唐天宇猜得出李雨晗必定也是为了寻根而来 所以便想出了这么一个创意 如果李雨晗愿意在下渝镇建李氏宗祠 那么他肯定愿意将整个娱乐观光区的项目拿下来 李氏集团在湘都的经济实力 唐天宇还是有点谱的 尽管在经过九十八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才变成熊聚一方的大财阀 但唐天宇知道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 强势进入湘都房地产界的李氏集团 如今的实力已经相当吓人 他估摸着至少有几十亿港元的固定资产 夏渝镇的娱乐观光区项目 初步预计前后投资约八千万 对于李氏集团而言 不过是九牛一毛 李雨晗拖着柔美的脸颊 似乎并没有如想象中般被勾起了兴趣 甚至都没有迎上唐天宇的目光 转身离开了 这让唐天宇有点尴尬 只能望着他的背影干咳了两声 随后回了自己的病房 唐天宇的身体底子好 恢复得很快 在医院待了一天 便可以出院了 也就在唐天宇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 重病室里传来了消息 说黄东梅醒过来了 唐天宇来到了重病室 却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站在黄东梅的身边 握着黄东梅的手 流着泪 口中发出哽咽的哭声 唐天宇见着情形 心中酸酸的 见到唐天宇 那小女孩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跪了下来 道 您就是唐镇长吧 多谢您 救罗妈 唐天宇赶忙过去 将小女孩掺了起来 道 不用谢 应该的 唐天宇打亮着眼前的小女孩 看上去依稀有黄东梅年轻时候的模样 虽然脸蛋眉眼 还显稚嫩 但再过几年 必定也是一个美人 唐天宇拍了拍小女孩柔软的小手 叹了一口气 道 我救了你妈一次 但她心里有结 能不能救她第二次 还要看她想不想得开 听唐天宇这么一说 小女孩眼睛瞬间通红 痘大的泪水便流了下来 她双手握住唐天宇的左手 带着哭腔道 唐镇长 唐叔叔 您能不能帮帮我和我妈 现在 也就您能帮我们了 唐天宇看了一眼 躺在病床上的黄东梅 却见她已经将头转了过去 她心中有着天大的委屈 才会忍心抛弃自己的女儿 跳呼自杀 唐天宇在医院的角落里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听着黄东梅的女儿孙丽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断断续续地说完 听完那母女的故事之后 唐天宇觉得胸口 如同装了一块大石头般 压得喘不过气来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禽兽 她心中决定 要帮黄东梅母女俩 当然 太知道这事 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办成的 唐天宇让孙丽 好好的照顾黄东梅 离开了医院